農民人力搬運 要設法把菜運出來 從廬山吊橋的那一頭 利用農用搬運車 走吊橋接駁 過了吊橋還要扛上階梯 用抬的 用挑的搬上貨車 這個吊橋入口 其實是各大知名景點 講到廬山都一定會有的畫面 現在這邊卻放了高山的高麗菜 村民是以吊橋接力的方式 把這個菜從深山要運出來 高麗菜一籃一籃成莊 這是他們冒雨搶收下來的 要設法運出去販售 捨不得明明要收成的農作 心血因為蠔雨付出東流 卡努颱風帶來的蠔雨 造成農作物嚴重災情 不只高麗菜還有櫛瓜也泡湯了 這是蔥刷之後腐爛 這兩天腐爛 農業不堪災 清流部落的櫛瓜受損嚴重 一大片的櫛瓜園泡爛了 如果沒有這一場豪雨 你一甲大概可以說多少 正常的 2000公斤有 2000公斤 那現在的行情 一公斤應該 接管 今天200 今天200 今天是雨後的災情 平常在80 我講超多在8 90塊 正常 那你這樣一甲就有將近 應該 如果用80塊 2000就16萬了 什麼16萬 160 不對不對 80元一公斤 2000公斤 16萬不是160萬了 大家要清醒一點 不只櫛瓜 還有苦瓜番茄等等 都因為豪雨受災 農損目前已經超過 一億三千萬以上 而且雨災之後 那有些地緣性的災害 會持續的出現 陳其中表示 農損已經超過天然災害 現金救助標準 農業部會公告辦法 從寬從速辦理 讓農民可以儘快復更 TBS新聞 陳家貴 許又翔 許立凡 吳舒平 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